娶了个30岁的数学老师让人羡慕,婚后才知道他为什么剩下来。 我高中毕业后,没有考上一个好的大学,也不喜欢读书就直接出来打工了,期间做过很多事,兜兜转转就28岁了。 一直没有女朋友,每次回家父母就跟我说谁家的孩子结婚了,谁家的孙子都会走路了,谁家比你小的都已经生二胎了。 说的我也是心里发毛,就接受了家里给我安排的各种相亲。 就这样通过相亲认识了我的老婆,她是个小学数学老师,戴了父亲编眼镜,看上去很严肃也很端庄。 亲戚们都说这姑娘不错,虽然年纪不小了,30岁了,但是也是一直花心思在自我学习和工作上平时也不喜欢交际,慢慢才成圣女的。 但是有文化,有教养,家里人很满意就让我主动一点试着交往一下,生怕错过了。 。 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,她性格比较强势自我,但是还是一个很讲原则讲道理的女人,有文化。 。 而且她也没嫌弃我,对我也有好感。 我觉得娶个这样的女人,为后代考虑,提高家里文化水平也不错,我们就结婚了。 。 结婚前,因为交往不久,对两人家境背景也都不是很清楚,交往的时候也就是两人熟悉熟悉,并没有像自由恋爱的男女朋友那样很亲密。 。 我也知道她也是一个传统保守的女人,所以并没有走得那么近,婚后相处了三四个月后,问题慢慢的就浮出水面了。 老婆平时喜欢看看书喝喝茶,我则是一看书就会犯困的人。 。 而且她觉得女人不管结没结婚都要有自己的空间,平时也不喜欢做饭,觉得油烟大。 所以我每天下班回来也没有口饭吃,经常在外面随便吃点。 。 但是家务她也不做,说要么就一起做,你们男人也应该做。 她又不是家庭主妇凭什么要她一个人做。 。 这些我都忍了。 。 还有一点不能理解的就是她暂时不想要孩子,说35岁后在计划,现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,不想一结婚就得围着孩子转。 。 。 还想把经济基础打老点再生。 。 。 可是35岁以后都是高龄产妇了,能不能生到时候都是个问题。 。 。 再说我爸妈自从我们结婚后就使劲催我们要孩子,很想抱孙子。 但是老婆她很固执,从来不为我也不为我爸爸妈妈考虑考虑,只要是决定的事情,很难劝她改变,弄得我家在她与父母中间左右为难 我经常说她你过日子能不能接地气一点,至少大家要相互体谅一下啊,也应该多听听周围人的意见 她却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说女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不能依附男人 也不能让男人左右的 还说最近不得女人一结婚就是老公孩子,洗衣做饭服饰一家老小,完全没有自我 每次我们的意见有分歧的时候,她最后都会丢出一句,我嫁你还不是因为年纪大了,父母催的,不然我凭什么嫁跟你,连沟通都困难 是的,我也觉得我们很难沟通,自从结婚这么久以来,她从来都是自以为是,不为我考虑一丁点 我到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她会成为一个圣女,这也是有原因的,性格古板固执,很清高,一意孤行不听建议 简直就是三观不同啊,我不知道我们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去磨合,去将就她,还是就此打住,分道扬镳 我知道婚姻不易,也需要好好经营,我也希望我的婚姻美满幸福,但是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努力就能行的啦 大家说我该怎么办呢